中国第一女团要叫这土味名字?NBA球迷还挺满意。 话说创造101的决赛本周六打响,22名选手谁能出道,组成中国第一女团,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。 决战时刻将近,与出道直接相关的点赞数排名也变成了每天中午12点更新,这几天粉丝们过得真是十分煎熬,看着自己喜欢的选手上上下下无比揪心。 美其轩宜争C位,你追我赶,片刻不停。 村花洋超越力宝上位圈,后面段奥娟,李子婷虎视眈眈。 当然最精彩和牵动人心的还是下位圈,尤其是11名的争夺,作为最后一个出道位,豆子李子玄,彩虹徐孟杰,胖虎高秋子,肉肉流人鱼都有一战之力。 正所谓11位轮流座,不知决赛到谁家。 大家的关注点都放在了决赛和排名上,不过这两天另一个事,又让粉丝们炸了锅。 简单说,就是这团出道叫啥名? 再简单说,从现在流出来的图片和各种消息来看,很有可能叫火箭少女,英文名Rocket Girls。 证据1,疑似微博号。 现有的号称火箭少女的官博出现了两个,一个是微博名为Rocket Girls官博,图标是一支冲天的火箭,已经发了一条微博,内容比较简单,只是感谢女团创始人的支持。 从表态上看比较模糊,简介写的是偶像组合Rocket Girls,看不出和创造101级主办方有什么关系,只能靠粉丝脑补。 另一个比较少女,微博名为火箭少女Rocket Girls,图标粉粉的很可爱。 也已经发了一条微博,内容只是话题,一张三的图片,猜测这个三可能是倒计时的意思,寓意离决赛还有三天,不过这也是脑骨。 简介倒是很大胆,直接就说是创造101女团,也是很有勇气。 不过上面两个都没有官方认证,是真是假也是未知数,都是假的也有可能。 证据二,火箭少女商标已经被注册。 小民到权威部门去查了下商标,发现确实火箭少女。101级火箭少女团。101的商标都已经被腾讯注册。 这个证据比较确,由这一点看,虽说不能100%肯定叫这个名字,至少证明火箭少女是在考虑范围之内。 火箭少女这个疑似团明一出来,就引起了网友的热烈讨论。 吐槽完吐味,接受了设定之后,网友们纷纷脑洞大开,给火箭少女的粉丝们起名字了。 普通名字,火箭筒,燃料,助推起。奇葩名字,剑人,鸭蛋,剑蜜。 问题来了,真要叫了火箭少女,你要pick哪个粉丝名。